從這個章節開始的話 我們剛剛說過要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從不同的系統 人體裡面不同的系統來切入 來看一下這些系統 我們想要知道它的一個生理特性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主要想要看的系統有兩個 一個是循環系統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呼吸系統 那我們就從循環系統開始 那什麼是循環系統呢? 基本上就是負責血液在人體裡面的循環嘛 對不對? 所以用一個比較簡單 比較直接的一個定義的方式 就是其實只要血液通過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循環系統 或只要跟血液運送血液循環 這個功能相關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把它乘製成循環系統 所以從心臟出發 到我們的主動脈、大動脈 或者是到這個微血管的部分 然後回流到靜脈 再回到我們的心房的地方 然後再到肺部 這其實整套都是我們的循環系統 那循環系統的最重要功能 就是供應這些氧氣跟氧分到我們全身上下 所以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它們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維持日常的生活這樣子 所以在很多的醫療檢查裡面 其實都跟我們的循環系統有關係 包含像什麼呢 包含像我們的心電圖 心電圖看的是什麼 心臟跳動的一個狀況 那包含像還有其他的 發送、心音的部分 心臟跳動的聲音 還有像我們的血壓 血液裡面的一個壓力 或者是血流的速度 或是血流的流量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有興趣知道的事情 因為它都會反映了我們循環系統的工作正常與否 那先前的話 我們在講到變身的訊號的時候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在那個EZG上面 晶電圖上面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會說了齁 那我們就會把這次的重點 擺在後面這三個 心音、血壓、還有血流、血壓上面 那我們就先從心音開始齁 HUTSON開始 OK 古心音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心臟跳動的聲音 心臟跳動不是只會產生電位而已 它也會產生聲音齁 那為什麼會產生聲音呢? 古心請問一下各位同學 聲音是怎麼樣是產生的 為什麼心臟跳動會產生聲音 我們先回來第一個部分齁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話有聲音 各位聽得到我講話 那我講話的聲音是怎麼產生的 其實是聲帶的振動 我們其實是讓聲帶做各種不同頻率的振動 來發出這個聲音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能量的產線 因為聲帶的振動 雖然只有在我的體內振動 但是它會帶動附近空氣的一個振動 那當這個空氣的振動傳遞到各位的耳朵的時候 你的聽覺神經就會把這個振動 轉換成不同的神經衝動 傳到大腦聽覺區 所以你就可以意識到這個聲音 甚至去分辨這個聲音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振動的現象 所以你會想講空氣的振動的現象 那問題心上跳動為什麼你會有聲音 首先我們剛剛說它是一個振動的現象 但是很明顯在你心上裡面其實是沒有空氣的 它應該也像是充滿了血液 所以我們剛剛稍微修正一下 聲音不一定要是空氣的振動 任何粒子的振動都可以 因為它只要是這個傳遞的振動就可以了 所以因為你今天在水裡邊游泳 你還是聽得到聲音 只是聽起來跟在錄音上聽到的聲音 都可以一樣這樣子 所以只要有振動都可以了 那心臟跳動會有振動嗎? 當然會有 那我們聽到其實就是心臟在運動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這個振動 傳遞出來的聲音 所以一般我們聽到那個脈搏的那個心跳的聲音 其實就是心臟 我們聽到那個動動動動動動動 這個聲音其實就是脈搏 這是我們所謂的心臟 好,那在講仔細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一個振動呢? 為什麼會產生那個振動? 你不在裡面流得好好嗎? 血液不在裡面流得好好 為什麼會有振動? 那是因為心臟要把這個血液擠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經歷收縮舒張的過程 這我們之前在講心肌的運動的時候 已經說過很多了 那收縮和舒張的過程的時候呢 這些液體在心臟不同的腔勢之間流動 就等於遭受到了一些加速度跟減速度的運動 OK,當你做擠壓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對血液做加速度 因為你提升他的壓力 讓他流出去的速度變高嘛對不對 然後呢你今天 比如說他轉換到別的差勢的時候 OK,本來流得很順 你要轉換到別的差勢的時候 他速度變慢了 這就是做減速度的運動 在加速跟減速的過程當中 這些液體會跟我們心臟的腔勢撞擊 這個撞擊所產生的震動 傳遞到了身體的體表 你聽到的就是你的心跳聲 OK,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一般人只要 應該都聽過類似的聲音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回去去找一個人 然後靠在 只要靠在他的聲音上面的話 你應該都可以聽到這個聲音才可以 所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設備 你也可以聽得到 好,只是這個震動呢 通常來講到體表表面上的時候 不是那麼的強 就震度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的功率 就像我們身帶的震動這樣子 可以聽得那麼清楚 他必須要靠在體表上面 才能夠聽清楚 好,那正常人的聲音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是 大概主要會有兩個聲音 動動動動這樣子的聲音 那不正常人的聲音的話呢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的心臟的跳動 血液的流動 跟一般人不一樣的時候 OK,比如說他最長線的狀況 就是他的心臟結構的缺損的時候 液體的流動的方式 跟正常人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 產生生命下的差異 OK,那我們把這個現象叫做心雜力 他的名字也很好聽 他叫Hot Memor Memor就是有點像碎聲音 或者是這樣子一個類似的詞 當你在心臟碎聲音的時候 就是他產生一些臨場的聲音 通常都是由血流一些 溫流的現象所引起的 Turgrance 這個是說我們空氣中的亂流 是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詞 好,那我們剛剛說 心音最常聽起來是動動動動這樣子 那到底這個動動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我們之前講的一個 心臟跳動的週期 OK,各位看一下右邊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的騰手是我們的時間 它大致上表示 就是一個心跳的週期 那上面這一區呢 代表的是壓力的變化 中間這個呢 代表的是我們的心 下面這個你熟悉的 就是代表我們心臟跳動所產生的電信變化 心電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PQRST波在這個地方 那到底為什麼會產生我們的心音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壓力的變化 OK 這邊有很多曲線對不對 它其實分別代表的是不同位置的壓力 那我們就先從PQRST的心房收縮 P4開始 我們說心跳的起源 這個AP的這個傳遞呢 是從心房裡面的這個 這個SANome所產生的痘方鞋開始對不對 這地方它會開始傳遞出一個工作點 會誘發整個心房的收縮 心房收縮以後怎麼樣 血液會往心事的地方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一個圖 上面這個圖呢 代表的是心臟內部各個部位的壓力 其中呢 這一個下面這條曲線呢 代表的就是心房的壓力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有一個箭頭寫的是 就是HU-Pager 甚至它寫得更完整點 是LeftHU-Pager 左心房的壓力 大概這個地方 然後呢 中間這條紅線呢 代表的就是 實線 代表的是左心式的壓力 最上面這條曲線呢 代表的是動脈的壓力 好 那為什麼這個壓力會隨著時間 會有這樣子的轉換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心房收縮的時候 心房收縮的時候 這兩條 這兩個位置的壓力是一樣的 為什麼 很合理嘛 因為你心房收縮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把血液 擠到我們的心式裡面去嘛 所以這個時候 心房和心式之間 其實是開啟的 是連通的嘛 對不對 所以 血液就會從心房裡面通過去 當它是連通的時候 跟去連通管理 他們兩個的壓力應該是什麼樣 對不對 隨著收縮的進行 你看這個壓力又要越高 又要越高 又要越高 然後接下來 收縮完了 壓力開始有點像這樣 不過接下來開始 迎接的是什麼 迎接的是我們 心式的收縮 OK 阿波開始 好 阿波收縮的時候 目的是什麼呢 是要把心式裡面的血擠出去 可是你今天 心式收縮的時候 既然是連通管的話 代表 如果它跟心房是通的狀況之下 你心式收縮 不但把血液從動脈擠出去 它也會往心房的地方擠 對不對 畢竟你現在是收縮心式嘛 對不對 可是光聽這樣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如果我今天的血液不是往動脈流 還會往心房流的話 那代表我今天要做白宮 我剛剛好不容易才從心房擠過來而已 我現在幹嘛會擠出去 所以心臟的 其實心臟結構很特別 就是它在心房和心式之間 其實有一個半摩的結構 OK 它其實就像一個閥門一樣 然後它是一個單向的閥門 讓這個血液只能有單向的流通 只能從心房流到心式 OK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個 先跳過來看一下後面這個心臟的結構圖 這個圖大家應該不陌生才對 左邊的地方是我們的右心房和右心式 右邊的話是我們的左心房和左心式 心臟呢 在兩個地方會有半摩的存在 第一類的半摩是存在心房與心式之間 OK 它的目的呢 是要讓血液 戶地是從心房流往心式的這個位置 OK 那左心式和右心式這個地方的半摩 因為它們都是心房和心式之間的半摩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統稱叫做防飾半 那其中呢 左心式和右心式這兩個防飾半 長得有點點不一樣 我來看一下哪裡不一樣呢 左邊張圖看起來有什麼差 對不對 要看右邊這一張 這一張的話是 就是有點像畫出來的模擬圖 它看的方向是從人體的上方往下面看 所以它是一個俯視角度 其中呢 圖的上面呢 這個是你身體的前面 這邊呢 是左邊 這邊是右邊 所以這一半是我們的 左心房和左心式 這邊是我們的右心房和右心式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對應的就是 左心房和左心式之間的這一個防飾半 它只有兩半 右邊呢 這個是右心房和右心式之間的防飾半 它有三半 所以它長得太一樣 那這一個兩半的呢 我們有時候把它叫做二間半 因為它只有兩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的左心房和左心式之前 我們把它叫二間半 右邊呢 因為它有三三個半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三間半 OK 這就是我們在這上面寫的這個字 Vikensic Vikensic OK 那因為這個二間半呢 因為它是兩個半樓的這個形狀 所以它看起來有一點點像是那個 主教的鬧子 所以我們把它叫聲冒敗 我先寫一下這個字 聲的話就是和尚的那個聲 所以 那 以往看到這個聲都會聯想到和尚 但是其實它想要講的是那個西方的那個主教 大家有看過那個主教的帽子嗎 它其實是把它打了然後兩片 OK 前面一片後面一片這樣子 它因為我們的聲冒敗也是兩片 二間半也是兩片 所以它用這個字 OK 所以有人會把它叫做 MetroBoth Sorry MetroBoth OK 好 所以第一個地方是出現在我們的 心房和心式之間 左心房和右心房都會做 左邊的槍式和右邊的槍式都會有一個這樣子 另外一個有按摩的地方呢 在於心室和動脈之間 OK 也就是這個地方 心室跟動脈之間 包含了左心室跟主動脈 還有右心室跟肺動脈 OK 那我們會把這個地方叫做動脈半 應該跟誰吧 就是動脈半 OK 那如果以名稱來說的話呢 那個主動脈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主動脈半 然後如果是肺動脈的地方 就叫做肺動脈半 這樣子 用這樣子來分別是左心室還是右心室 OK 那這些焈膜呢 它會在適當的時間打開和關閉 比如說你要它流通的時候 它就會打開 你要它關起來的時候它會關閉 OK 它用壓力的方式來使它做關閉的動作 讓我們的血液呢 就只能夠流通注定的方向 單向的流通 來做成一個最有效率的一個輸出 好 因此我們回來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哪邊呢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心室掌音收縮結束了 把血液擠到我們的心室裡面 現在開始心室要收縮了 心室收縮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心室的壓力會 就會迅速的上升 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個地方壓力迅速上升 有一點它在收縮 但是呢 我們為了要讓這個血液 不會從心房那個地方流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把 身貌辦或者是房式辦 把它關閉起來 OK 因此呢 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好像能關注一樣 它不會流回去 所以心房的壓力 其實都不會上升 它只有心室的壓力 我們上跑而已 那這個時候呢 心室和動脈之間的門 其實是關起來的 為什麼 因為動脈會一直保持很高的壓力 動脈系統需要保持力 有比較高的壓力 因為動脈沒有高的壓力的話 你的血液沒有辦法繼續流到 你的身體的主心 OK 所以這個時候動脈壓力 其實是比你心室 一開始是比你心室的壓力還高的 那如果這個時候的動脈 但沒有關起來的話 所產生的效率是什麼 血液會從動脈回應到你的心臟 我好不容易採集出去之後 它要回流回來 聽起來就很沒有效率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關起來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你今天心室的收縮 所產生的壓力 跟你動脈的壓力一樣大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導通 而且不只導通 這時候隨著心室的繼續收縮 它會把這個壓力繼續往上衝 往上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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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到頂點 這其實就是我們的收縮壓力 心室收縮所產生的最大的壓力 OK 它想要慢慢的再恢復 因為已經縮到最後沒有力 所以壓力才會再下降 然後呢 它等到下降到 因為心室收縮完以後 接下來就是心室的舒張了 因為它要準備下一次的收縮 所以要讓血液繼續回來 這個時候呢 心室肌肉 嗯 舒張 所以呢 你的壓力就會開始 快速會往下降 快速會往下降 快速會往下降的同時呢 然後動脈與心室的壓力脫鉤 它可以自動的去 流出去 可是一樣的 隨著時間它會越來越低 壓力的力量 血流過去啊 它就沒有那麼高的壓力 就會慢慢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低到下一次的收縮的時候 再繼續往上升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 心室降到什麼程度呢 降到跟你的心房一樣的壓力的時候 這時候它就會打開 去接納從心房流回來的血液 所以這個地方它們就在一起 它們的壓力又在一起 因為它們的對程是連通管 打開了 OK 最後一個我們唯一沒有講到 就是在這一段期間 這一段期間呢 我們的心房持續的接納從心脈系統回流的血液 所以心房裡面的血液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 這段期間是什麼 是心室收縮期 OK 所以它的壓力就是 呈現緩度上升的狀態 好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各位如果我回去聽不懂的話 其實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然後依照 對應到上面這個地方 它會告訴你 這個都是屬於心臟的不同的狀態 從心室的心房的收縮 OK Iterus is so 到我們的這個地方 contraction 或者是說 Rapid ejection 快速的那個 那個 快速的收縮期 之類的 它上面都寫得還蠻清楚的 所以都可以去參照一下 這樣子 好 所以了解了這個心臟流動的一個變化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來解釋 什麼時候會產生心因呢 我們說心因什麼時候會產生呢 是因為你的流動產生劇烈的改變的時候 你劇烈的改變的時候 撞上你心室的槍壁 它就會產生震動啊 如果平常流動順順的 其實不太會有很大的震動才對 那什麼時候會產生這麼大的震動 什麼時候會有速度上很大的改變 其實就是你的瓣膜關閉的時候 產生的效果會最明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麼時候瓣膜關閉了 第一個 發生在心室收縮之後 心室收縮你的房子瓣了關閉 所以這個時候 血液必然的會產生一個很大的震動 因為 原本它心房跟心室之間是連通的 可是它突然關閉了 它壓力又增強 所以撞回去 撞擊到我們的心室槍壁 可以說產生了震動 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第一心 它發生的時間 就是在房子瓣關閉的時候 那第二個聲音被韻到的是什麼呢 是第二種瓣膜要關閉的時候 就是動脈瓣要關閉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瓣膜分兩類 一個是房子瓣 另外是動脈瓣 動脈什麼時候關閉 就是在我們的 出張期的時候 或者是收縮期要結束的時候 這個地方收縮期結束 要開始邁入我們的出張期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這個點 我們說這個時候你的收縮期結束了 心室的血壓開始慢慢下降 降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動脈瓣必須要關閉 不然你剛剛指示去也要流回來了 這樣子就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關閉 使得心臟的心室 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強勢 它完全沒有跟外界有理解 這個時候兩個半瓣膜都是關閉的 所以這個時候會產生另外一個 比較顯著的震動 OK 它所對應到的就是第二心一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心一和第二心一 分別對應到的時間點是什麼呢 是心事收縮開始的時候 以及心事出張要開始的時候 換句話說 如果跟我們的心電圖對照的話 它剛好會出現在R波還有T波之後 那持續上會稍微晚一點點 真的也只有一點點 因為心電圖代表是肌肉的收縮 有了肌肉收縮以後 流體才會產生變化 所以肌肉收縮為陰 然後流體的變化為補 所以你看到的心音 會稍微晚一點點 但是依序就是接在那個之後 接在R波跟T波之後 OK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那兩個聲音 那以那個 產生的這個聲音的特性來說呢 通常第一心會比較長一點點 第二心會比較短一點點 頻率也高一點點 所以 你聽到的心臟的跳動 不是動動動而已 是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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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的聲音 對 有機會我們就可以聽一下 好 但是呢 除了前面兩個 第一心音跟第二心音不外 其實心臟跳動裡 還有可能會有第三心音 跟第三心音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標示三和四的位置 不過這兩個 並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可以聽得到 因為通常來講他們的強度都不太強 晃動動很弱 而且它可能是会遇到比较特别的心脏节奏 不一定是有问题 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比如说第三星音在什么时候呢 它其实是出现在 疏张期之中 心脏疏张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压力 心室里面的压力已经快速的下降 下降到什么程度呢 下降到跟心房的压力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房式房子会打开 血液最后重新放流到心室里面去 所以这个打开的瞬间 其实会有 这个瞬间会有比较强的 血流流到心室里面去 如果这个血流产生的振动 够大被你听得到的时候 这个血流就是我们的第三星音 所以它对应的不是半膜的关闭法 是半膜打开的时候 OK 那还有什么时候呢 第四星音是什么时候呢 是通常来讲是在这个 在第一星音之前 这个是什么时候对应到的是心房收缩的时候 我们说心房收缩的时候呢 它这个时候流体大概是从我们的心房 往心室的地方流嘛 可是第四星音通常是在于心房压力比较高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 那为什么心房压力会比较高呢 因为它想要流进去那个地方压力很大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心室肥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心室肥大听起来好像跟肥胖一样 可是其实它们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 在很多的运动员身上 你都可以看到心室肥大的状况 因为它们的心肺能力由于运动的环境会训练的比较强一点 也就是说它的一下的呼吸一下的跳动 通常它要提供更多的氧气 那你要能够提供更多氧气 代表你的左心是要够强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 你要挤出更多的东西啊 OK 那要怎么样变强呢 就是你那个肌肉要变得更肥厚 这个就是心室肥大 OK 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压力本身tension也会比较强 所以左心房相对上它就要提供比较强的血压 才能够把血挤下去 OK 那在比较高的血压的状况之下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血液的震动 OK 血液撞击枪式所产生的震动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第四心音 不过第三心音和第四心音都比较少听到 在正常人的声音里面都会比较少听到 因为或者是都非常不明显 因为它的强度比第一心音第二心音会差很多的这样子 OK 这样可以 好 讲了那么多 倒不如我们直接来听一个 不然你都只能够听到我在模拟而已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有两段心音播放给大家试试看 这个就是正常人的心跳 那我们说也有一些人比较不信 他可能心脏的血流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导致心音听起来不一样 我想你不用是一个心脏科医师 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两个差很多吧 刚刚第二个例子的话呢 它是在声帽瓣的地方产生逆流的现象 声帽瓣就是我们的左心板跟左心室中间那个瓣膜 我们说它其实是在控制血流的方向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产生逆流呢 通常就是因为在声帽瓣的地方产生半膜不全 它没有办法关好 一般人关好的时候是紧密的 但是它就是会漏一个洞 那比较严重的甚至整个缺损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它就会产生像我们刚刚说的 心室收缩结果血往心房脊 部分的血往动脉脊 部分的血往心房脊 所以它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一个那个血液的供给这样子 OK 所以它可能就会造成心脏的一些问题 OK那如果你对于心音有兴趣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的资料库都有储存这个 各种不同生理状况或病理状况的这个相对应的心音 都可以去网路上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OK那你就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这样子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听一段就是 因为反正档案在旁边我就给各位听了 它是我们那个心杂音所引起的 的一个声音 那主要的是那个半膜 通常来讲当你半膜出问题的时候 往往心脏听到的声音就会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半膜缺损也好 或者是不全也好 OK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在 在整个心脏运动的时候呢 流体的流向跟我们原本讲象的不一样 因此它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引发震动 你就会听到异常的声音 所以这个在心脏课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那所以我们反正今天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用听诊器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听心跳的声音其实就是听诊器 那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成电讯号输出就是了 那一旦你把它转换成电讯号输出的时候呢 它就是我们就把它叫做Phono Cardiograph 或者Phono Cardiogram 这些字其实各位都很熟悉的才对 Cardio我们之前讲过是跟心有关心的 Graph是图表 那差别跟心电图的差别只是在前面这个字 心电图是Electro 这个地方是Phono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声音 而不是我们记录的是声音而不是电讯号 所以这个是心音图 OK 简称PCG 那下面这边呢就是一个正常人的PCG 以及ECG之间的对应的关系 你会发现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 就是接在我们的R波跟T波之后 这样子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 所以检测心脏跳动的声音 我们刚刚 藉由各位刚刚的叙述 各位可以听得出来 它其实对于心脏的一个 是否有正常工作 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也会提供很重要的资讯 OK 我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 那它提供的资讯跟心电图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之前在讲心电图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反映了肌肉的运动 对不对 那跟心脏跳动的状况 是有很直接的关联的 那这个好像跟心脏跳动也有关联的 那它们提供的资讯是一样的吗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 跟它们的原理有关系 心电图反映的是心脏肌肉 在运动的时候的变性讯号 所以它跟肌肉的运动比较有关系 心音呢通常是由于流动的加速或减速所引起 所以它跟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之间 血流在心脏腔势之间的运动会有关系 所以它看到的是 Hemodynamics 血液动力学所反映的结果 而不是肌肉收缩的结果 即便这两者之间是有蛮高的关联性的 但是也有可能会呈现不一样的 的一个资讯 取个例子来说 它今天心房的收缩 心室的收缩 它整个心脏的收缩 可能是正常的 可是问题呢 比如说 它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心脏 纤纤性的一个心中隔缺水 它的左边和右边是通的 OK 所以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看心电图 可能看不出有异常的部分 可是你听心音 绝对可以听得出来差别 因为这个比刚刚我们讲的 半膜来讲 应该说 不能说更严重 都很严重 它是直接左心室 跟六心室中间是通的 那代表了你今天 寒阳血跟缺氧血 整个都混在一起 OK 所以送出去的并不是 纯粹的寒阳血 它有可能是部分的缺氧血 所以这些人通常来讲 它其实 可能会需要一些手术 或是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 才能够闭眼 这个状况严重 那种恶化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心杂音的一个图 那这个CASE的话 是一个主动脉狭窄的一个状况 OK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心音 跟刚刚的心音 长得完全不一样 好 那我们刚刚有听过 这个森帽班逆流的一个状况 逆流就是没有顺着 它原本应该流的方向 反向流了 那一样的 如果今天的动脉缺 这个瓣膜缺损 是发生在主 那个动脉瓣的话 那它也会在动脉瓣 那个地方产生逆流的现象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讲完了原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我们是怎么样子量测心音的 我们怎么样子听到 最直接的动脉 当然就是使用听诊器 听诊器各位一定看过 你不见得用过 但是你一定看过 因为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都会拿来听一下 OK 那听诊器这个东西 其实大概是在 19世纪初 距离现在200多年 大概200年左右 才有的东西 才被人家发展出来的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 那一开始它的结果很简单 那就是一根管子而已 OK 因为每次都要靠在人家身上 可能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问题 所以 那我们医生只好 靠着一根管子 来听这个声音 然后发现单纯只有管子不够 它可能前面有一个 像吸盘这样子的话 可以听得更清楚 所以一开始 你看到的听诊器 其实长得像这个样子 OK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会比较 就是advanced一点的话 它长得像下面的这个样子 我相信各位 这个 一般如果你有去看诊的话 应该都会看到 医生的脖子上挂着这一条 那这一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它很明显的不需要吃电 对不对 所以它到底工作原理是什么 其实就是音波的传递而已 OK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acoustic stethoscope 用空气传递方式所产生的 这个 原理的一个听诊器 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 心诊器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心脏的这个跳动 或者说心脏的这个收缩呢 所引发的这个振动 它会传递到体表 对不对 可是我们通常来讲 没有办法直接听到 因为它的振幅很小 所以呢 前面这个探头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要收集这个很小的振动 然后把它转大了 把它放大了 怎么放大 你把它catch up 做以后呢 你今天用一个空心的管子传递 这个半径变小了 所以震幅就会变大 一样的能量 范围变小了 震幅就会变大 它可以传到你的耳朵 然后甚至有放大的效果 那为了要增强它放大 传送的比例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这个 现代的听诊器呢 它还附上一个 前面这边会有一个像 耳机这样子的东西 它就是能够 希望能够完全的 塞到那个医生的耳朵里面 耳道里面 这样才能够有 最高效率的一个输入这样子 减损在传递之间 所产生的一个消耗 那或许你没有注意到的是 其实听诊器的前缘这个地方 以现代的这一款来讲 它其实通常有两个面 有一面是橡皮 橡胶的 橡胶式的 另外一面是金属式的 也就是金属式的 其实就是现在面对你们的这一侧 你不要以为金属式 那个只是它的头 没有作用 其实它也是有作用 这两个部分 都可以用来做听诊的动作 它跟你的那个 连通的那个空心橡皮管 都是有接通的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差别在他们的工作频率不一样 OK Diofren那一侧 就是橡皮那一侧 通常来讲 它比较负责的是高频的声音 那如果是那个金属质的中型的 浅中型的这一个接头的地方 它主要负责的是低频的声音 所以他们工作的频带不一样 那像这样子的听诊器呢 它其实除了用来听心脏的声音以外 其实也可以用来听 身体内部所有的脏器发出来的声音 只要他的工作的频率是在这个听诊头的接收频率 都可以听得到 OK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除了会用来听心音以外 有时候也会用来听背音 肺部在呼吸的时候产生的声音 这也有 OK 所以一般来讲 你去诊所里面使用听诊器的话 你医生通常听的不是只有心音 也会听肺音 那个把你的听诊头 靠在你的背部 那个通常都是听肺音 因为你的肺部是比较靠后侧的地方 心脏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听诊头它靠在这个地方 多半听的是心脏的声音 背部的话 多半是肺部的声音 这样子 OK 所以它其实不用什么太复杂的这个设备 就可以截取这个心音 不过它的好处就是简单 那它的缺点 也不是说缺点 就是说你只能马上听得到 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储存的动作 也没有办法做资料铺比对的动作 你就只能依照医师的经验 来判断你今天的心跳是否正常 以及如果不正常的话 它到底是哪边出问题 OK 那如果我今天还想要把这一个讯号 新音的讯号记录下来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样才能看到刚刚那个 Phono Cardiograph呢 OK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设备 通常是电子设备 来把它儲存下来 我们把它叫做电子式的听整器 Electronic Stethoscope OK 那怎么样子让这个讯号可以记录下来呢 就像如同我们之前在讲Sensor的地方 一般来说我们把它转换成电讯号 因为电讯号就可以储存就可以处理了 OK 所以你在电子的听整器跟前面的这个声道式的听整器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在琴的那个Sensor 它需要把这个声音的震动 震动的这个讯号转变成电讯号 怎么转变 其实就是麦克风嘛 我今天手上拿到这支的工作原理不是就在做这些事情吗 它把我讲的话转换成电讯号 然后再送到我们的扩大机里面把它放出来 或者喇叭里面把它放出来 OK 所以其实你需要是哪一个部分 需要是前端的部分 把我的声音换成电讯号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就是麦克风的功能 那麦克风 现在应该已经很多种了吧 对不对 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构都可以做出麦克风 电容式 电感式 或者是 那个压电式的麦克风都可以做出来 或甚至有线的无线的都可以 所以这后面的选择就会很多 OK 不过我们必须说实话 在临床上面我们毕竟还是比较少使用那个电子式的听整器 因为 绝大部分来讲 使用那个Acoustic Stensers 它使用的方便性还是比较高的 它使用的方便性还是比较高的 好 那既然你今天要把声音的讯号 转换成电讯号 你就一定会需要一些麦克风 OK 那以新音的这个工作频率的范围的话呢 大概是在几十Hz到几百Hz 最多不会超过几K 好 我们下面呢 这边有一个频谱的一个范围 我们都一向很注重这个讯号的频谱分布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频谱来决定比较适当的这个截取方式 OK 甚至我们可以用来决定你今天使用的Sensor是什么样子的类型 好 那一般的心电图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一般的心音来说的话 它的频率大概最多 大概主要的频率大概都是在100Hz以下 好 那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定到2K呢 因为通常来讲有问题的心音频率会比较高一些 OK 所以呢 比较安全的范围2K应该算是很够 OK 那这个范围其实跟我们一般的人讲话的声音的范围是蛮接近 各位知道人说话的频谱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吗 或者是你的耳朵可以听得到的范围大概在哪一个range吗 Roughly大概是在20Hz到20kHz 好 这是一个很非常约略的数字 那它可能会随着年纪而有所变动 OK 那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大概就跟我们的讲话的工作频率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 sensor的挑选 其实跟麦克风 我现在手上录的这支麦克风的sensor的挑选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他们需要的工作频带是一样的 OK 好 那我们在选择上面 其实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元件来完成 包含我们刚刚说的电容式电感式 其实都可以做 尤其像电容式的话 它的体积可以做到很小 那也有人使用压电材料的方式来做 也可以 OK 所以其实都可以 不是说只有压电材料才能够用来做 什么东西都可以 只要能够接收振动转换成电讯号的都可以 OK 好吧 那所以其实在那个新衣的截取上面 我们大概会讲到这个地方 那截取完了之后呢 你可能还要针对你今天工作的频率去做滤波的工作 那这个滤波可能是在电路上面做 也可以到信号处理的部分再来做 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讲一下血压 但是我们的时间剩下不多 所以我想可能我们把它留到下礼拜再来进行会比较好 那我不知道各位今天讲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好那我们就先下课咯 谢谢